杭州西湖区博兰大象城三楼有一家Q虎跆拳道馆 5月份邓女士带5岁的儿子来门店上体验课 小朋友确实是很喜欢 后来我们就报了课 5月28号付的钱付了5380块钱 它的原价是48节课 他说是一年的课程 48节课他说是5888 他说当时有活动减了500块钱 然后我就报了 邓女士当时办的是一年卡 每周上一次课总共48个课时 营业执照上 公司名称是杭州虎哈体育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报了之后上了两节不到三节课 反正刚好过个端午节 端午节还没过完 我就收到短信了 6月24号晚上9点多 跆拳道馆发来一条B电通知 说是因为市场原因 校区经营未达预期 经营非常困难 不得已做出6月25号B电决定 关于有效期内会员课程未使用完的 会转到量子方运动中心 不过邓女士不考虑转课 没有合适我的课程 我们家孩子就喜欢跆拳道 才报了跆拳道 量子方没有跆拳道吗 没有的 量子方是一个综合性的 这种培训机构 什么硬笔书法 什么游泳 什么体势能等等 Q虎给的处理方案 是跟量子方进行课程优惠 报读置换 有效期内剩余课程 可以全部转到量子方运动成长中心 按量子方课程标准价格报读课程 家长无需额外缴纳学费 记者看了一下内容 可以置换的课程有13项 其中没有跆拳道 在转课比例一栏中 基本上是3到4节跆拳道课 可以转换成一节量子方的课程 那不是很亏吗 小孩还没上幼乐园的时候 就报了 报了一年 那一年学完了 然后他许甲的时候又筛我们 又报第二年 交了6800还是6900吧 现在还剩60多 60节课 那你知道可以转课这个事情吗 因为我们家的量子方 已经捐了一万块钱的课程 因为量子方我们感觉不好 现在那个里面的学不完 我现在为什么还要捐到量子方 我现在诉求就是退费 然后跟那个郭老师沟通过 郭老师直接就是很强 自信的就跟我说 你不要找我 我退不了 邓女士说 郭老师是门店安排课程的工作人员 之前对方在微信聊天中表示 现在确实困难退不出来钱 如果考虑转课 可以和量子方多要点课补偿一下 邓女士明确表达退费的诉求后 对方说 那你去起诉法人吧 不要找我 我处理不了 现场联系这位郭老师 显示对方没有加你为好友 不能语音通话 邓女士又拨打了门店咨询电话 和法定代表人王总的电话 都没有人接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记者发送的信息 截至发稿还没有说到回复 闭店通知里提到的量子方运动中心 就在大巷城二楼 他当然也是要妥商处理好家长 所以说他也就是去门店去问 有没有门店可以帮助他们去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也就是觉得 确实家长如果说真的倒闭了 没有办法上课 那我们愿意去做一个 接纳的动作 你要涉及到你跟他的退费方 那我们是 我们量子方是不做管辖 放为内党 因为我们只是做了一个 经收的帮助的动作 具体的话我觉得你们最好 可以自己去跟那边的人沟通一下 我们现在连那边的人都联系不上 更不要提展客这个事了 那我就不知道了 量子方的负责人留下了几位家长的联系方式 说会帮忙联系一下Q虎的老板 采访当天 邓女士着急接送孩子先离开了 但她表示 之后会向杭州市西湖区商务局反映情况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